- 抱你了 - 她說我訪問你老公好幾次了 - 因為她有演過好萊塢的片嘛 - 青梦霞那種 - 希望以後可以多有這個進化 - 好開心 - 在這裡可以用中文 終於能夠訪一個好萊塢巨星 - 是用中文的 - 這是昆林第一部進軍好萊塢的電影 - 其實妳之前有跟阿蘭多布魯有用 - 也是用英文的演出 - 對 - 但是這一次還是會緊張嗎 - 其實很緊張 - 因為這是我覺得第一次跨到Hollywood裡面 - 因為我現在是個製作 - 所以是有講中文有講英文 - 所以我感覺我就是想講中文的時候可以講 - 但是這個設計是整個英文 - 但是我真的感覺因為Dwain他是超級英雄 - 我一開始很緊張遇到他 - 但是他真的他給人的感覺很溫暖 - 然後當時認識很久的朋友 - 所以一下子我的那個緊張感就消失了 - 所以他有特別照顧你嗎? - 我覺得他非常照顧每一個人 - 而且我真的感覺到那裡 - 那妳在電影裡面是短頭髮 - 那是真的剪嗎? - 真的剪 - 因為我想要 - 那妳怎麼現在流這麼快? - 我是接髮現在 - 對啊 我把頭髮接長 - 所以妳還是喜歡長頭髮? - 因為我新的一個角色需要長頭髮 - 所以我就把它接回來 - 然後當時剪短頭髮是因為我覺得 - 是個 commitment - 對 這個角色 - 然後也讓我覺得我可以24小時活在 - 這個感覺裡面 - 因為我覺得短頭髮會給人家比較俐落 - 跟比較強悍的感覺 - 然後 I do really feel I need a lot of that in shot - 所以我就剪短頭髮 - 那老公有看了不習慣嗎? - 他一開始有一點不習慣 - 可是他知道我為什麼要剪短頭髮 - 對 - 然後 I really happy that I did that - 你以前流過短髮嗎? - 很小的時候 - 但是他就說你不適合短頭髮 - 所以我很久沒有短頭髮 - 但是我當時在剪的時候就覺得 - It's okay - 我就是這樣子才可以感覺到那個角色 - 而且其實你的輪廓很深 - 應該是適合短頭髮的 - 只是你看所有的網路上找得到你的照片 - 都是長髮 - 所以那時候有掙扎嗎? - 有捨你的長髮嗎? - 沒有那時候我覺得我很想要 - 從差不多這邊 - 然後剪 - 但是我當時覺得是很新鮮 - 因為我也留長頭髮 - 留很久 - 其實也很膩 - 所以我覺得剪短頭髮 -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改變 - 變滿開心的 - 因為你過去的形象都很甜美 - 你幾乎 - 我真的找不到一張你的臭臉照 - 可是在這部電影裡面你都不能笑 - 你會自己憋得難過嗎? - 然後要去裝那個很近 - 你要怎麼去想那個心境? - 怎麼想那個心境喔? - 我覺得不知道欸 - 當下可能有很多個現場的狀況 - 讓你覺得融入這個劇情 - 然後你也很熟悉這個角色 - 所以很快就可以把自己帶入那個角色 - 覺得我現在就是要殺光這邊的人 - 然後就很容易就進入那個角色 - 因為我知道我的目的心就是要殺光這些的人 - 但如果我笑笑的就好像沒有那種很近 - 所以一下就帶入那種感覺 - 那你回去會難以轉換嗎? - 例如面對老公、面對小孩、殺光所有人 - 我覺得那陣子我的脾氣卻是比較火爆 - 但是我覺得那陣子 - 但是我覺得也OK - 因為讓自己盡量不要離那個角色太遙遠 - 不然你要一直on and off - 所以我覺得那段時間是一個模糊地帶 - 那你有舉個例子 - 比如說你有對傑倫怎麼樣的火爆 - 她應該是可以理解 - 她可以理解 - 最後那時候我在打架 - 因為我帶我女兒一起去我排練場 - 然後女兒之後跟別人說 - 媽媽的工作是打叔叔 - 這樣我應該要被抓走 - 但是對 - 所以就是我覺得最接下來的影響 - 可能只有這個吧 - 女兒覺得媽媽的職業是打叔叔 - 好可愛喔 - 對呀 - 那就是傑倫看到你這麼厲害 - 她有嚇一跳嗎? - 因為你以前真的就是很小女人的形象 - 她有 - 因為她從每一部都有陪我一起經歷 - 所以她可能就覺得 - 沒有到那種哇哇這樣 - 因為她知道我經歷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- 到達這樣 - 我覺得這算是你自己一個很大的突破 - 會不會有人說你的造型有點像楊丞琳 - 而且你還有一個字 - 對 - 本來就有一個字好了 - 這邊吧還是什麼 - 跟他有點像 - 但我自己確實對了這個角色 - 創造的字在這裡 - 因為我常常想要在這裡 - 因為我常常是眼神的一些東西 - 所以我很想讓人家對這個角色有記憶點 - 所以我就跟化妝師說 - 欸我可以在這邊加一個字嗎? - 然後導演覺得 - 欸可以耶 - 對這個角色更有一些記憶性 - 那我要問一下 - 就是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比較好的演員 - 還是就是你覺得你演得比較好 - 還是姊姊 - 嗯我覺得 - 我覺得當然是他 - 因為他同時是個演員又是個導演 - 所以他很知道需要什麼 - 嗯 - 可是你的英文讚 - 謝謝 - 對啊 - 你應該教他一下 - 歡迎來到Ian's - 我的名字是Lee - 不是Bruce Lee - 哦 - 得到你 - 現在英文也很好了 - 其實你們兩個真的都很厲害 - 就是互相相互相成 - 我覺得他是一個 - 也很支持老婆讓他上銀光幕的老公 - 他英文現在其實很好 - 真的齁 - 但他不太敢講 - 為什麼 - 不知道 - 沒關係下次你再帶他出來 - 好